由于轻能汽车的广泛使用具有如此巨大的潜力,难怪它们经常成为汽车制造商的头条新闻,例如现代和丰田新闻。 燃料电池汽车与传统的汽油动力、汽车一样彼此不同。 最受欢迎的两款轻燃料汽车是轿车丰田、Mirai和SUV、现代Nexo。 很明显,这些乘用车驾驶员的体验之间存在一些实质性差异。 尽管如此,这些燃料电池汽车的形状远非唯一不同之处,H2也远非它们唯一的共同点。 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些车辆带来的道路,从外面开始,然后进入。 丰田、Mirai的外观是一对情侣轿车,给人一种豪华车的感觉。 它具有大胆的外观,前保险杠上带有迷人的格杉,时尚的车轮衬托出其时尚的设计。 这款后轮驱动汽车的动力系统广受好评。 这辆车还配备了一个永磁交流同步电动机。 它从先进的聚合物电解质燃料电池获得动力,并达到182HP和300LBF的扭矩。 Mirai在9.2秒时达到60英里小时,比现代Nexo慢了整整一秒。 Nexo拥有坚实的SUV外观,具有许多符合其风格的雅致设计元素,例如前格杉设计,齐屏的门把手和整体阳刚的外观。 它有一个用于串联单电机的40千瓦电池组,有一个95千瓦的燃料电池堆供电。 这允许在前轮驱动配置中实现161HP和291LBF的扭矩。 在这两辆轻动力汽车之间,这辆以8.4秒的速度达到了60英里小时的速度。 在比较这些轻动力汽车时,丰田Mirai在内部动力方面比现代Nexo脱颖而出。 这款轿车的座舱采用奢华工艺,提供一系列功能,提高舒适度,营造奢华感。 Mirai的信息娱乐系统通过12.3英寸的触摸屏进行控制,具有比Nexo系统更出色的直观功能。 该系统包括一系列应用程序、动态导航、免提无线蓝牙连接和双屏幕,使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且吸引人。 机舱有一个包含大量信息和清晰图形的多信息显示系统,以及一个气无线充电板和4个USB端口。 它的数字后视镜拥有Home Link系统,并通过彩色平视显示器在方向盘后提供引人入胜的体验。 虽然天窗和双固定全景,车厢内部感觉相当宽敞,但三驱气候控制系统,结合通风和加热的座椅,确保每个人都感到舒适。 另一方面,虽然现代Nexo的座舱不是这些轻动力汽车中更豪华的,但它的一长串舒适性和信息娱乐功能以及用户友好性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SUV宽敞,在种子后面有30立方英尺的货物空间。 它有一个12.3英寸的触摸屏信息娱乐系统,带有标准的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Blue Link应用程序允许附加功能并提高便利性。 Nexo具有按钮传输控制,数字仪表板和远程发动机启动。 此外,还有无线智能手机、充电板和两个USB充电端口,以完成驾驶座上的便捷感受。 丰田Mirai的续航里程略高于现代Nexo。 Mirai的XLE版本的续航里程为402英里,而较重的限量版的续航里程为357英里。 Nexo Blue版本的续航里程为380英里,限量版的续航里程为354英里。 在价格上,这两款轻动力车有很大的区别。 Mirai的价格为49,500美元,而Nexo的驾驶员将投入更多,达到61,000美元。 感谢您选择清燃料新闻网,不要错过免费访问我们的独家电子书的机会,立即注册。 在HFN上关注这个故事和更多信息。